因為我想說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工作 就是做那個醫美的 然後他就是時間假如說 可能客人要到的時候 他就是那種時間是不固定的 其實假如說有客人的時候 他查進去 對… 或者是今天很早 明天是幾點這樣子 然後交往的時候 他都會很準時這樣子 就是說自己會起來 然後自己會自己上班 然後也不會吵我 也不會什麼樣子 但是結婚後呢 假如說我明年7點一定要起來 我就心想說好…7點要起來 幫妳叫什麼 我就好 那明天起來再叫妳 就是他的鈴聲就是那種 7點的時候就 的那種聲音 就是想要立下載這種 對 這一種鈴聲 對 就起床那種 好受慾喔 大死人 衝死了 真的吵到爆炸 我真的是抓狂你知道嗎 做夢…都好像F1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這樣叫他 快點起來了 7點多 對 妳不是說7點 趕快醒來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 下午再去啊 也差太多 他差很多 然後結婚半年吧 才知道我不要再相信這個人了 這個狀態才一直出來 因為天天…都不一樣的時間 所以工作沒有責任感 沒有責任感 他回來的時間也都不一定 就是假如說等一下 然後我等一下那個 9點就下班囉 然後就一直等… 等到11點了 12點了 1點了 2點了 他住高雄嗎 很扯耶 沒有報備 沒講一聲 對 然後講說要不要吃飯 然後要不要洗澡 對 還活著嗎 其實很恐怖 對 這個都已經就是 就是不誠實 就已經沒有信賴信任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每一次都講說不一樣的時間 然後就快受不了 然後想說後來是真的就是你知道 就是他很好的一個工作機會 他直接甩頭就走掉 就是那種 有人講他哪裡不對 腦羞成… 對… 然後他就會完全就是 然後我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辭掉這個工作 他就會說我現在不想聊 有點幼稚 那時候懷孕了 然後想說多休息也沒辦法 因為一直… 對啊 我一直等 感覺這樣隔了才沒多久 妳突然長大好多 對 對不對 突然妳整個人突然 變不一樣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 應該是被關落影還是幹嘛 反正就是不一樣的 不是關落影 被下降偉遮眼鏡 真的… 被關落影 隱形眼鏡什麼應該都沒有換 真的 剛剛也是一樣 就是結婚前他們都很愛乾淨 還幫我們還要吸 這個真的無解 結了會知道直接盤子 就還是放在桌上 沒錯 吃完了就放了 對 妳還不會去 算了啦 這個人 對啊 生氣 這個好難喔 對啊 因為我還可以多睡一點 對不對 可以多睡一點 可以多休息 對 孕婦還是要更體貼一點 對啊 我前夫剛剛也是有這個症狀 而且是我問他說你幾點回來 他要坐飛機回台灣 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你機票上面總會有個時間吧 他就說因為我不一定會做這一班 還有這種事 他還會跟你講這個 可是我這個是完全不講的 這個有點擺爛了 然後我就一整天準備 他到底什麼時候回家這樣子 對 很累 所以很氣 你知道嗎 真的 這真的好難想像 景軒這個是怎麼樣怪 我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前夫在婚前跟婚後 都非常的一致 就是婚前我們是學生嘛 所以我們都AA制 然後他也有負債 因為我認識他說他就在做紙銷 所以他囤了很多貨 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負債很多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維持在AA制 然後因為結婚之後 是因為有小孩 所以一直維持AA制到最後 你說小孩的生活費 教育費 結婚了以後兩個夫妻還AA制 就是全部都AA制 因為他是有負債的 所以他是有經濟狀況的 OK 所以我當然就會覺得說 好啦 沒關係 一起去 對…我覺得你的主要工作 就是把你的負債清掉 我可以遮蓋家裡 我OK 所以其實我們幾乎結婚到離婚 五 六年我們沒有炒過什麼價 我們幾乎從來沒有炒過價 因為反正金錢官就是AA制嘛 我連生小孩出院那一天 我本來自然產 然後改剖婦 然後出院的時候 變2萬多塊不是嗎 然後我還記得我抱著小孩 上計程車 他就跟我 上車子他就跟我說 你租完月子之後 會 然後我就說什麼錢 然後他就說因為我剛出院的時候 要繳2萬多塊給父親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要給你錢 他說因為你是非 老娘還要挨一刀 你是非自願妥付啊 所以你會有保險給付嘛 回答這一點都不重要 重點是為什麼要給你錢 但我當下沒有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兩胎就是都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因為這件事炒過價 還有挨刀的錢還分你一半 對 可是你又覺得好像合理 好像對 自然產 難產 然後你聽著都不會難 對 那時候才22歲 對啊 我第一胎才22歲 第二胎也才23 24歲 對 所以我沒有想過 好啦 禮婚啦 好難想 禮婚啦 好不好 禮婚 來 那個時刻 導火線 來…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說溝通 其實吵架也是一種溝通 是 但是我覺得吵架 你要達到溝通才是真的有效 有用 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吵架而吵架 這件事就滿幼稚的 搞得大家都很累 對 因為比方說 你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很明顯就是做錯 比方說你在婚姻狀態裡面 你還跟譬如說異性 在講話的時候沒有分寸 這個是你該有的分寸 你很明顯地越過了這個線 我覺得就是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我做錯了 我之後不會這樣 我覺得正常的邏輯應該是這樣 因為就看到東西了嘛 然後但是他的 他為了吵而吵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是怎麼了嗎 我有說我想他還是我愛他嗎 我裡面有講到這個字眼嗎 他說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分寸 你沒有拿捏好 而且他不是你的朋友 例如說都是半夜在傳訊息 然後你跟我說 我又沒有說我想他 我又沒有說我愛他 也沒有叫他寶貝啊 然後你起床第一件事 傳訊你給這個女的 然後說早安 然後還被我發現 她是你以前的曖昧對象 還曾經有一小遍 對 然後你都被我發現說 你還要嘴秋說 我有說我愛他嗎 還是想 就是你就是為了吵而吵 我就覺得嘴秋這件事 我沒有辦法接受 嘴秋這不行 然後再來就是 他做任何事情 真心話一句 你的嘴也滿秋的 我嘴超秋 我跟你講 我的嘴 你秋爆 我秋爆 但是你不要秋 我跟你講 我會忍 就是你知道為了婚姻關係 你也秋秋 我也秋秋 對 我們是一秋之盒 對啦 然後譬如說 一秋之盒 一秋之盒 那你怎麼開一家阿秋冰 然後比方說 你們是秋秋和唱團 秋秋和唱團 真的兩個都秋啦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